昨日的美麗戰場說到 珈其因為對家寶十分討厭 所以向威爺獻祭 奉獻家寶給威爺 珈其令威爺手下將家寶捉走 家寶被迷暈之後就被帶到一間酒店 而珈其就決定留下來拍片 要公開讓人知道家寶被人強姦 珈其在通知威爺後 喝了點酒就躺下了 結果是威爺去到酒店之後 見到珈其躺在床上 珈其醒了之後見到威爺 於是不停反抗 但可惜無法反抗 因為威爺本身覺得珈其屬於她 所以不管3721就直接跟她發生關係